這段時間看Youtube 經常有推介彈出來 鹹野? 鹹野只不然,衛斯里廣播劇 因為毅康先生離開後,人們又找不到他廣播劇的文稿 因為那些是電台自己擁有 說說擁有,其實很多錄完之後就丟掉了 廣台好像以前的先姐或廣播劇集 或者大哥留到廣播劇稿 手寫稿後來找人打,德哥清楚 找人寫嗎? 手寫90年代也是寫的 再騰文一次,因為那些編劇等於毅康的筆席 毅康就說他好像一秒寫兩個半字 應該都很噁心 那些是真職,如果現在有一份你發達了 肯定拍賣 肯定不用賭馬 就像醫生那些字 不用多,一份親手寫的原稿 原稿值錢 原稿,毅康先生寫的 起碼賣一萬兩萬元 然後他這麼多作品,36本 當作36本 每36本,兩萬,七十幾萬 如果撿到這筆 當年而已,但現在一萬 你出好鬼鬼,一百萬 段故,街市可以了 有時間拍賣 未死就兩萬,死了就貴了 賣的響都是這樣 當年都是那些 一秒寫兩個半字 一日寫兩萬五字 用回右手 寫完之後 其他的看不到 尤其是黃德傳說兩句 誰是我 看不到 這裏就是你 看不到 然後魚公 就這樣給我看 看不到 死 一窒口 整班大哥 就會罵 一定會罵 做個Carrie Fair 不行的 於是 一定會找人騰騰 你要找人騰騰一次 抄一次 抄一次 找那些 以前的小朋友 一定不知道 青年人不知道 那些叫蠟子 以前考試 你以前已經是電腦 我們以前考試 就是過蠟子 有張紙 有支針筆 過底紙 過底紙 有張藍色的 你見過嗎 見過 你都見過 沒用過 穿著白色衣服就糟了 因為那些藍底紙 你穿長袖白色衣服 在那裏寫 你沒有給了衣服 寫一下 浸了下去 然後 糟了 大哥 我叫R 四百多元 那些不是隨便可以寫的 你都寫不到 不可以寫 寫寫 花了 被人罵你的 用指甲油 如果花了的地方 指甲油填了 因為那些 那些蠟子 由印機到滑 那些又要找專人騰文 然後騰出 那些字 靚一點 靚一點 靚一點才可以看到 可閱讀性 給大家一起 圍讀 那些是Fanny 大班寫完文 就要找Fanny 打出來 那些不生性 那些年輕人 像我那些 不懂得死 去問阿大 我想問一下 這句你寫什麼 你見不到那些編劇 以前又沒有 傳真機 拿過來 喝了一杯咖啡 走回內港 就斷鼓 手抄的就斷鼓 你問好過不問 你如果不問 不問 就無編劇 你知道 如果錄二十分鐘劇 多過二十五分鐘 已經發脾氣 那些大老官 已經罵你了 但你真的問他 可能他都少你 你這麼笨 就寫在這裏 那又不會 你編劇那些 不是什麼大粒子 他那份稿 其實都很黑薄 你還要打去問他 他收到你自己的股 他收完錢就撤了 所以他不會聽電話 那手抄那個 那個又是黑薄的 還要落在德國手 手抄會有錢的 肯定給德國阿尼格 別人商台出來 四百元抄一份 德國至少拿了兩塊 抄的已經是 你看不到 就隨便 那就自己斷鼓 抄的又是斷鼓 我講的斷鼓 已經是演變了 我監製不會看原稿 對手抄稿對一對 總之你不要這麼過份 說 為止你 信不信我奸你 根本就是我殺你 他抄了我奸字 我以為寫會奸 大哥 我都猜了 就斷鼓 不知道奸還是殺 還是什麼 又奸又殺 很多都是斷鼓 然後到第三層 讀那個 讀那個 有時候 譬如老花 或者什麼之類 我們那時候的老人家都是 拿了那份廣播劇 然後看到 都寫得挺公正的 但其實如果手抄的話 他又不會抄得那麼慢 他都是賺錢的 有些都是 叫做比原稿 叫做清楚了些 但都是料的 有時候譬如說 哪些字呢 譬如說 李字 李字都不是 那個我字和那個的字 有時候 真是慘 那個我字很像那個的字 那樣 不知道怎樣 都是一撇開始 那看完就 咦 我還是的呢 不讀 那個技巧就是不讀 然後 威斯利 奸你 那個我字不讀 然後看不到 看不到就不讀 威斯利奸你 不是我奸你 是那個我字不讀 那他會不會說 那個我字呢 然後就靠直播室外面的監製 即是王德全的角色 他會有一個頭背 按下去 阿蔡 對呀 那個我字你讀回去 這樣 我通常不會讀的 都說25分鐘去錄 不過最重要就是 那句 大家都是很珍惜時間去講 還有 究竟 一份稿 打橫寫 還是打直寫 打直 為何我們現在中文是打橫 中文打橫 現在你的稿 全部新聞稿是打橫 但廣播極稿一定要打直 知道為什麼嗎 那時候有個老師傅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不知道 因為打直就是這樣 當你讀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然後就方便一點 讀的時候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都可以 但你這樣讀下去 就順一點 因為他們變得很好 譬如一口 就這樣說 喂 師你 信不信我馬上脫掉 那條褲子 奸你了 不要 你這樣奸我 好痛 一張張 走過去 這張打橫移 打直移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那個編劇 他打直寫很快 你打橫一點 中文字 中文兩個字 連了一條蛇 他真的是一寸字 打橫一寸字 不行 打直 一本漫畫 走天涯 所以他寫得很快 打直 到時我做到 你知道我也是做那些混蛋的角色 哎 回到你了 一一一 一 等他一字 一一一一 喂 喂 頂住 不是這樣 打橫啊 你去下面金記茶餐廳排隊 先試穿學一下字 這裡不需要你 麻煩你 你這樣有機會 你還要一一一一一一 你馬上翻譯去試 會不會魏康之死會牽引廣播劇有一個短暫的熱潮呢 他現在在Youtube放很多 連雙台YoutubeBar都放很多 大家都想聽 我昨晚在做功課的時候都聽了兩個小時 比較一下兩邊的香港電台都在1986年 都已經有魏康的衛斯里 然後商台又在1988年又有衛斯里 即是同一個故事兩個廣播劇 不不不 大家的故事不同 跟老貓大廈 不過有時候你知道港台很流行 不知道第幾台會重播某個時段 重播以前的廣播劇 好像早上4點到6點那些 二晚那些 凌晨2點到3 即是打巴西波和西甲 那些時間 我不知道 我經常覺得港台那種康調 尤其是廣播劇 到了 是啊 你說我心梅姐 即是他們那些康調港台 是比較上是很自正康源 就不像平時 喂 怎樣 喂 坐下先 就不是那種 是不是有個分別呢 這個商台和港台的監製 其實商台也很嚴謹 那個年代也很嚴謹 當時也嚴謹 金剛金貴楊廣培 逢展平 聽聽過什麼 已經很嚴謹 都是廣播明星 廣播劇 是當時黃金時期 不賺錢那些當然不做 那要賺錢當然要最好 所以商台見 李我叔那些 李我叔已經排第二期了 再早期的就更 一旦起之後發覺 哇 很多人聽 收音機是主要人家的娛樂 還要租收音機 你想想多厲害 收音機要給錢租 愚蠢 那些人真的去聽 有market的人就投資 投資當然是找最厲害的人 所以要求一定高 港台人家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港台那邊也好 我不知道哪個先 我想差不多 譬如商台先 因為商台的演變 是有什麼 麗的呼聲 或者那些什麼 綠村之類 那些人開始做起 然後香港的收音機界 又要做龍頭 港台就照做 港台都做 兩邊都是猛人 德哥就在兩邊 類似 德哥或者那些編劇 或者那些 兩邊茶都吃光 所以我問 會不會老貓 一九九頭 八十年代 他們全部都用筆名 反而想說轉換問題 現在Youtube聽到那些 你全部要聽到數碼 當時原本輸入或輸出的不是數碼 他一變成制式 以前 又是科豆未出生之前 我們是用OpenMill 你有用過沒有 有有 九幾年都應該用過 叫OpenMill 一條帶 一條磁帶 可以用來吊頸 其實放出來 粗一點 菜馬監製 很難斷 要先用刀片 所以 基本上不用找麻繩 放了OpenMill 阿波多你今晚十年前我剪掉 我吊頸 我死了 OpenMill 那些叫做機械式的方法 好像在2000年 我見到有些同事 逐頂逐頂 OpenMill 在貨倉 不是這些電腦 在OpenMill 將它變成一個數碼 變成數碼 然後再儲存回到電腦 當然 已經說2000年轉 距離現在22年 港版應該做得很多 現在當然做了 現在變成了 現在所有的OpenMill 當然是丟掉了 變成了 但當你將OpenMill 的聲音變成 所以現在你在YouTube 聽的聲音 我自己覺得 差一點